2044年,一颗陨蛇和蓝星擦肩而过,这使得全球发生了恐怖的灾变。 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,我感到很奇怪,我一个宅男,一直一个人生活,平日里一般不太会有人来敲门。 敲门声还在继续,我走到房门前,刚准备开门,闻到了一股腥臭的味道,还伴随着缓慢的喘息声。 我心里突然紧张起来,我透过猫眼,看到了一个低着头的人,浑身污渍,我瞬间就判断出是一个疯子,给这种人开门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 等待两分钟后,对方终于走了,我叹了口气,准备将猫眼合上的时候,朝外瞥了一眼,我顿时瞳孔放大,这是个女人,面色无清,浑身湿血,嘴角里还不断地流出黄色的液体。 我立马就被吓到了,这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,我不敢开门,一直靠在门上,心中的惊恐慢慢地消退,可我越想越不对劲,平常这个时间正是人们最忙碌的时候,除了刚刚的疯人之外,外面安静地出气,我连忙掀开窗户,果然,没有急匆匆的人,只有几个路人在漫无目的地行走,这些人都不正常,是丧尸。 我瞬间想起了这个词汇,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跑出来一个男子,我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个正常人,他的目标应该是50米开外的一辆私家车,就当他要上车的时候,地上的一个死人突然活了过来,死死地咬住了男人的腿,男人痛苦大叫,不出半分钟,引来了大批的丧尸,我知道这个男人很快也会变成丧尸,我重新拉上窗帘,坐在沙发上,这个世界已经乱了,我将家里可以用的东西梳理了一下, 只有少量的食物河水,还有墙上的一把糖刀,刚刚敲我门的那个女人,肯定也是丧尸,现在的这些食物够我撑上个两天了,在有食物的情况下,打死我都不会出去的,就这样过了一晚,第二天和昨天的情况一样,外面安静的出奇,我拉开窗帘,看到另一栋楼走出来一男一女,不出意外的话,他们是没有食物了,二人走的方向是小区外的一家超市,刚跑出去没多久,就被不远处的一只丧尸盯住,有人在惊慌失措之下, 竟然表演了一招左脚半右脚,来了个狗吃屎,大男领头各自飞,一旁的男人健壮拔腿就怕,女人的惨叫声在小区里回答,就连小区外的丧尸也有了叫,靠,纯女人,我暗自骂了一声,要是每天都有两个蠢活吸引丧尸,我怕只能饿死在家中了,我的食物只够吃一天了,要马上行动才行, 我摸了摸手上的糖刀,将紧剩的一袋方便面别在了腰上,小心翼地走出了门,电梯我是不会坐的,只能走楼梯,下到四楼的时候开始出现尸体,我不确定这些尸体会不会变成丧尸,我拿着刀对着他们缓慢行走,突然一个尸体的头,突然扭动了一下,我立马将刀直接插了过去,随后我脸色一变,为了一顿翻江倒海, 我直接偷了出来,我不确定这是人还是丧尸,总之第一次砍人,我还是有些犯恶戏,但这也是惊艳,以后遇到奇怪的人,直接对着头砍肯定是对的,走出楼道,便离店的方向正有两只丧尸,第一只丧尸背对着我,我缓慢靠近,补出锁掉,丧尸还没来得及转头,就被我解决了,在我眼中,丧尸就是行动缓慢的老头子,我要是集中注意力的话,同时对抗三五只应该没什么问题,说什么来什么,在快到超市的时候, 有三只丧尸发现了我,立马朝我冲了过来,我反应很快,侧身躲了一下,第一只丧尸扑空,我当机立断反手将刀砍了过去,第二只第三只也被我解决,我快步走进超市,将门死死锁住,整个过程行云流水,而这一幕,也被小区楼上的一位幸存者看在眼里,超市里面没有丧尸,我立马拿出背包,将各种食物河水塞得满满的,这些食物够我吃上一阵子了,我并不打算待在超市里,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地方, 除了要对付丧尸之外,还要防人,在末日里,人比丧尸更恐怖,此时超市外已经拒结了数十只丧尸,贸然出去肯定是不理智的,我拿起一个罐头,用力地朝远处扔去,罐头落地发出了清嘴的声音,瞬间引走了所有的丧尸,我立马跑了出来,我用最快的速度进了小区楼,一口气上到六楼回到了家,没想到我闻某人在这末日之下,还能活得如此潇洒,就在这时,一阵敲门声让我唬去一阵,我拿着刀砍猫眼,一批一批, 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,无外传来声音,兄弟,开一下门,我没有恶意,我知道里面有人,你要是不开门,我就大喊大叫,直到引来丧尸为止,我靠,简直不是人,我打开门,直接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,兄弟,兄兄弟,哥,别冲动,先先,先听,我说,他叫武成斌,我问他想干什么,他说想跟我一起生存,我直接给他一脚踹翻,我不需要,你走吧,他连忙说自己有用,肯定能为我创造价值,我问他会使用,我说,他叫武成斌,我问他想干什么,他说想跟我一起生存,我直接给他一脚踹翻,我不需要, 他说他会唱歌,能给我陶冶情操,现场顿时尴尬了起来,我还没开口,他又说他精通电脑,精通大部分电子器械,我让他展示了一下,他拿出手机导过了半天,给我手机上发了张他的照片,现在网络已经瘫痪了,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,他黑黑一笑说,太复杂了,说了你也不懂,我想了想,感觉留着他还有用,开口说道,可以留你下来,但是要听我指挥,不然就扔你出去为嗓尸,就这样,我俩又聊了很多这次变词, 由于我是个宅男,外面的人是怎么变成丧尸的我都不知道,胖子跟我说,前段时间下了一场大雾,本来在这个季节,下午是很正常的事情,但是这次的雾持续了很久,到后面都变成了红色,当大雾散去的时候,接触过大雾的人都变得很痴呆,随后就变成了现在丧尸的样子,我了解完了之后就去睡觉了,随后的几天时间,我们都没有出门,不少人因为没有食物,想去寻找食物而死在途中,我感到很奇怪,军队都去哪里了? 这种丧尸我一人都可以打两三个,要是军队来了肯定能快速消灭,难道说军队全都被感染了,我没想这么多,眼前的丧尸是越来越多了,要是等到家里食物吃完,丧尸全部涌入楼岛,那就彻底困死在家里了, 我跟胖子开始收拾东西,准备突围出去,我们的大体计划就是先冲出楼,然后驾车出小区,找一条小路,朝着城外的方向一直开,胖子说没问题,随后我俩就悄悄地出门,我拿着祖传糖刀,胖子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根钢管,下到四楼的时候,突然从房间里跳出来两只丧尸,直接给我吓了一跳,手中的糖刀也掉在了地上, 胖子见识不对,拿着钢管死死地抵住丧尸,这时从后面又冒出来一只丧尸,我冷静下来,捡起糖刀,反手一刀,干净利软,然后又顺势往前一顿乱砍,几只丧尸应声倒地,我对胖子使了个眼色,我俩连忙往下跑,下了楼我俩躲进草丛,刚刚的打斗声太大,丧尸都被吸引进了楼岛,就这样,我俩没有任何障碍地上了车,几只丧尸反应了过来,但是已经没用了,直接猛踩油门, 给丧尸撞飞几米远,我们很快就开出了市中心,来到一条小路上,胖子跟我说,哥,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,你先听哪一个,我说先听好的,胖子说,好消息就是我俩成功地逃了出来,现场一阵尴尬,我恨不得一拳揍到他的脸上,好了哥,不斗你了,我们的车快没油了,耗尽之前应该赶不到城外,我一脸黑心,你是不是傻,你不知道先找一个没丧尸的加油站,场面又是一阵尴尬,不出十分钟, 到了一个加油站,外面看上去没有丧尸,但是不知道商店里面有没有,我让胖子先下车加油,我拿着糖刀去超市看看,进到超市里面,发现里面的商品整整齐齐,应该是末日来临的时候,工作人员还没有上班,我连忙叫胖子进来,把各种食物河水搬到后备乡,车子被塞得满满当当,不出意外的话,这些食物够两个人吃一阵子,随后我们朝着野外的方向开去,路上碰到的丧尸越来越少,有时碰到了幸存者, 我们也直接无视,直接开了过去,我俩心里都清楚,末日里谁都不能相信,人心是最可怕的,傍晚的时候,我们把车开到一片田野上,这里离城市已经有一段距离了,附近能看到的丧尸,也只有零星的几只,这对我根本够不成威胁,旁边还有一个小木屋,我跟胖子说,目前食物充足,要是没有什么大的变故, 咱们现在这里停留一阵子,胖子表示没问题,我还让胖子趁这个机会,锻炼锻炼身体,车毕竟是机械,随时都有出故障的可能,要是遇到丧尸,体力不行的话,没跑几步就会被吃掉,胖子也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,随后的日子里,我每天拿着糖刀,清理附近能看见的丧尸,不能让他们聚集起来,几只还能对付,要是聚集到几十只,那就只能跑了, 而胖子这段时间的锻炼,也让他信心打增,竟然对着我叫嚣道,来,跟我打一架,我一个过肩摔把他摔在地上,不错,今天能坚持两分钟,以前我两三招就能把你打趴下,这样的日子如果没有太大突变的话,我们应该会长期驻扎下去,但是不出意外的话,马上就要出意外了,夜里,外面传来一阵叫声,我被惊醒,出了一身冷汗,声音还在继续,小胖说这声音不是嗓尸,但也不是人, 这不是人能发出的声音,声音越来越近,我反应过来,赶紧抄家伙准备战斗,出去一看,胖子被吓了一跳,我丢,什么鬼东西啊,我仔细一看,是狮犬,突然,一只狮犬跳了过来,我没有乱,一刀砍了下去,一刀两断,然后我又往他头上补了一刀,毕竟是丧尸,砍到头我才有安全感,这时成全的丧尸接二人散的扑了过来,我大喊不妙,胖子快动手,狮犬越来越多,这样下去不行, 赶紧突围上车,再打下去迟早要被耗死,我往前一顿乱砍,顺利的上了车,而胖子却被狮犬缠住,就在他要上车的时候,手臂被抓了一下,胖子上了车我却心里一颤,直接愣住了,胖子看我迟迟不发车,心里也明白了,他叹了口气,拿起小刀,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,我突然反应了过来,阻止了他,我在想什么, 我为什么要这样想,胖子已经受伤了,而我却在想他会变成什么样子,我清醒过来,对胖子说,胖子你忍着点,我拿着小刀,把他手臂上的那块肉割了下来,胖子失声大叫,然后我开车远离了这片区域,找了个空地停了下来,胖子你怎么样,没事,还活着,停得住,正常情况被咬到十分钟就能变成嗓尸,但胖子只是被抓伤, 而且我及时的把伤口附近的肉割了下来,防止病毒扩散,哎,就是可惜了房子里的好几箱食物没有搬出来,人能跑出来就不错了,回是回不去,谁知道那群疯狗还在不在那里,就这样,我俩在车里对付了一晚上,第二天一早,我看胖子睡得跟死猪一样,我推了推的,没有反应,我当时就慌了,我拿手放在他的鼻子下,还好有呼吸,但是他的头很烫,不出意外的话,这肯定是感染发烧了, 必须得找个药店才行,我往城市开去,但是街道上的丧尸太多了,药店门口都堵满了,这时我发现了一家医院,医院外有道铁门,所以里面的丧尸没有外面的多,情急之下我直接撞开铁门,带胖子进了医院,楼道里有一些丧尸,我带着胖子不利于刀的挥斩,我随便打开了一个房间躲了进去,就在这时,一把冰凉的手术刀,架在了我的脖子上,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背后的人说了一声, 你是谁的,为什么来医院,我不敢回头说道,我叫文润,是从外面来的幸存者,我朋友受伤了,我想来这里找药,背后的女人突然紧张起来,受伤了,她是被丧尸咬了吗,我赶紧解释道,你别担心,她是被抓伤的,而且我及时把伤口的肉割下来了,丧尸病毒没有扩散,听完我的解释,她手上的匕首,好像放松了一下,就在这一瞬间,我反手夺过小刀,顺手架在她脖子上,女人顿时就慌了说,我是这里的护士, 没有恶意,我瞅了她几眼说道,我朋友受伤了,你赶紧带我去找药,女人说,可以,但是你要带我出去,很显然这才是她的真正目的,我答应了她,然后她去仓库里拿了一堆药品过来,十分钟后,我带着她俩上了车,现在天已经黑了,想要离开城区是不太可能,必须先临时找个地方住一晚, 在车上我跟女人闲聊了几句,女人叫李叔柔比我小两岁,丧尸爆发后,她就一直躲在医院,现在逃出了医院,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,我问她能不能救活胖子,她说这些伤口都是小意思,在急诊里随便找一个伤者,都比胖子严重,说完她就拿着车里的食物,开始大口吃起来,看她一个人在医院里,是遭了不少罪了,很快我就在丧尸少的地方, 找到了一家五金店,李叔叔赶忙对胖子进行治疗,她用纱布把伤口一圈圈的包扎好,然后又取出调评给胖子输液,我看的是目瞪口呆,果然专业的人做事就是不一样,第二天,我独自出门寻找食物,在外面游淡了半天,也只找到了一些饼干河水,一些大型超市外面都有一群丧尸,我回到五金店的时候,胖子刚好醒了,怎么样,还感觉哪里不舒服吗,还好,咱们这在哪儿,你伤口发炎了,现在在城里, 这时胖子也发现了女人,怎么还有别人,她叫李叔叔是护士,你的伤口都是她处理的,我又从五金店里找了一堆工具,做了一堆武器,胖子拿起斧头得心应手,因为在郊外没听断裂,这斧头的重量也不算重,李叔叔拿着长毛也刚刚好,重量轻也灵活,就在这时,外面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响起,我赶紧让两人安静,通过窗户静景观察,车上下来几个人,而且手上还拿着枪,第一个人身高足足有两米,浑身 胖子看到了也震惊了,这,这体型,不得有四百斤啊,几人直接原地休息,拿着食物吃了下来,看着情况,他们并不害怕丧尸,一人说,王队,搁几个休息的差不多了,要不咱继续赶入,王队说,再等等,我们观察了一半天,也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,李叔叔说,我们要不要过去,他们有枪,如果能跟着他们一定更安全, 我说不急,先看看他们在等什么,等他们走的时候,我们再出去也不迟,说完,远处传来一个男子的呼救声,一名男子身后跟着几十只丧尸,我感到疑惑,难道他是在等幸存者吗,如果是的话,那他的听力也太强了,几人的神情,丝毫看不到紧张,他们的自信来自于枪,就这点丧尸一个人拿枪就可以瞬间解决,就当我以为他们会拿枪射击的时候,王队直接放下手枪,走了过去,而下一幕,我们几人直接看傻眼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